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能你们有可能被盯上 陈隆你这一次是带队教练 都是去到那边有行李不见 自己说行李不见是在机场还是在饭店 这个部分我就没有细问 教练李不见的陈隆李嘉兴这边要去法国比赛 他也正确有这个事情 李嘉兴过去也跟王杰林搭配过 听说这边法国有问求公开赛 跟欧文同一个厂关 来自大国的选手都直接正常参加 法国要在策刺这个中冠的输用性 是怎样的 之前我们国家的考察团有去 因为他们不开放给人参观 那只有这一次透过这一次的赛事 有机会参加奥运的人都会去尝试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级赛事也只有32千 所以是那名额也是有限 国际比赛就在法国股盘 可能是这些策略已经看出外国选手 在这里不设容易选手 你不如过去背去到国际比赛 也提前无关是教练还是选手 出国在我都要得特别坚信 民視新闻上下报道